紫禁城今年的第一场雪 来得有些早 雪下的不大 两只厚的一层 像是把整个世界 盖上了一层促心的鹅毛毯子 季衡下了早朝 给太后请了个安 便去碧心亭赏雪了 如意非要跟着 还不让季衡抱 自己站在椅子上 趴到田妻背上 让她背着走 田妻当着太后的面 不敢拒绝如意 只好把她背起来 小孩的身体长得倍快 如意越来越沉了 田妻背着有些吃力 既横在一旁看得心疼 一出了慈宁宫 立刻把如意揪过来抱着 如意不高兴 季衡只好把这小祖宗扛起来 让他骑在他自己的脖子上 如意总算高兴了 搂着他父皇的帽子 一个劲地喊 驾 季衡心情好 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他向旁边看了看田妻 发现田妻在笑看着他父子俩 像是进入了一个水晶世界 季衡早提前让人清肠 他扛着儿子与田妻肩并肩走上太叶池中的小路 毕心亭下的台阶有些滑 田妻脚下不稳 差一点滑倒 季衡一着急赶紧去扶他 一下子忘了肩上的如意 偏偏如意不安分地高举起双手 抓住了毕心亭的屋檐 季衡把田妻扶起来 走出去一步 发现肩上空了 儿子不见了 他等时傻眼 扭头一看 如意正吃力地抓着屋檐 两条腿悬在空中胡乱倒腾着 田妻吓得心都提起来 赶紧过去张开手接如意 季衡满头黑线地走过去 把如意扯下来 嗯 就知道这小混蛋碍眼 现在是越看越碍眼呢 哈哈哈哈 如意坐在包裹着 新红色羊毛坐垫的石凳上 田妻金魂府定 从旁边栏杆上放的一溜石盒里 找了找 取出一小壶热热的牛乳来 牛乳里加了玫瑰香露和蜂蜜 倒出来的时候浓香扑鼻 季衡看着田妻端着小茶碗 喂如意牛乳吃 他更觉得如意爱眼了 哈哈哈哈 田妻 给朕烫酒 季衡说道 田妻便放下茶碗又去给皇上找烫酒的家伙是 幸好旁人准备齐全 不知酒连菜也有 他一端上来 季衡看他忙前忙后又有些心疼 拉着他坐下 他自己烫了酒 又递给他一杯 田妻在这种地方 陡然与他平起平坐 有些局促 季衡握着他的手 不肯放开 周梅问道 手怎么这么凉 朕给你的衣服 你穿了吗 天妻点了点头 天气越来越冷 季衡给了他不少预寒的衣物 自然比他自己买的 要好上许多 比如他今儿里边套的一件衣服 是狐狸毛的球衣 靴垫是兔毛的 球皮衣服一般是穿在外面的 但是田妻穿这种衣服太招摇 季衡故意让人做得小一些 使他当小凹子穿 不过田妻天生胃寒 且手脚冰凉 就算现在穿着暖和 手还是冷 季衡握着他的手便不松开了 要用自己小火炉式的手心 给他暖一暖 如一小小年纪 还不能够理解秀恩爱是怎么回事 他本能地觉察到田妻和父皇太过亲密 于是不太高兴 委屈道 田妻 你不和我好了吗 季衡拍了拍他的小脸蛋 再次强调 田妻是朕的人 哼 如意渲染欲气 又质问田妻 你也不陪我玩了 田妻刚想说话 季衡却抢先道 白天陪你玩 晚上陪我玩 如意咬着手指 总觉得这话不太对劲 不过他仔细一寻思 又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啊 晚上是睡觉的时候 有什么好玩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说 陛下请淡顶 作者九小七 演播哈小妹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午时候 继衡去了唐若林家的梅花园子赏梅 联络君臣感情 他不仅自己去了 又召集了一大帮众臣 郑首府 孙从瑞等都列席了 虽然是面圣 但这并不是朝会 所以臣子们也不拘谨 还趁机带上了 自己拿得出手的儿子 小辈们难得有一次 见皇上的机会 一定要给圣上 留个深刻印象啊 唐若林家不是大财主 他家的梅花园子建起来 主要是自用 占地面积不大 梅树也不多 于是君臣们呼啦啦的 这么过去 就导致了人比梅树还多的窘况 既横厚着脸皮对那几棵被围观的梅树一通称赞 顺着梅花的风骨又说到唐若林的风骨 唐若林被夸得有些汗颜 当然了 这种场面话 你要是想听 对方能给你说上三天三夜 反正又不用上睡 孙从瑞却听得十分认真 也十分眼红 既横自己酸完了 又要拉着别人来酸 让在场的后生们一人做一首永眉诗 做诗这种事情是有些人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技能 比如唐天远 他随便写写就能拔得头筹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被季横丹拎出来夸奖了一番 孙从瑞更加郁闷 所谓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 同样是官二代 孙藩只能指望着自己老爹的品级盟官 还要承担被人黑 以至于连盟官都盟不好的后果 可是唐天远也是嫡长子 但从来都不惜地去掰着这些 人家正儿八经的考科局 走仕途进汉林院 当内阁预备役 再然后 自然是位极人臣 唉 孙从瑞心中便生起一股怨恨 他怨恨并不是因为自己儿子不够好 而是对方太好 但是唐氏父子之出头 也并不完全因为他们能力突出 孙从瑞 想到了那个阴魂不散的小太监 起得直磨牙 这人遇到困难时 都有条软柿子捏的惯性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说 陛下请淡定 作者九小七 演播哈小妹 欢迎您继续收听 季恒在唐若玲家刷存在感的时候 田七正在慈宁宫陪如意玩 慈宁宫院子里有一部分雪梅扫 专留着给如意玩的 田七团好了雪球 让如意戴着皮手套捧着雪球 看谁不顺眼就丢谁 如意身边的宫女太监们纷纷中招 大伙玩得不亦乐乎 太后贴身伺候的一个宫女儿 平时被换作蕊香姑姑的 出来在一边闷不吭声的围观了一会儿 就又回去了 慈宁宫的花厅里 太后正在和几个妃子聊闲天 今年的第一场雪大家都有些兴奋 坐在一处互相恭维几句吉祥话 或者打些疾风不亦乐乎 蕊香姑姑走进来 在太后耳旁滴雨了几句 太后听罢 脸更是阴沉如蓄满风雪的天空 把田七给哀家带进来 妃子们纷纷坐直身体 面色肃然 不明白太后为何突然发怒 他们自然不知道 因为他们看不到田七里边穿的衣服 田七刚才在外边跟如意玩的疯癫 举手之间难免从袖子中露出端倪 蕊香又是个眼尖的 连忙回来告诉太后娘娘 这球衣是用狐狸叶下的毛皮缝制的 珍珍应了吉叶成球那句话 十分难得 质地柔软 毛料细小柔顺 也很好认 因此蕊香虽不敢十分肯定 却也有八分肯定了 太后很生气 这球衣就算放在宫廷也是奢侈品啊 田七这种奴才得猖狂成什么样 才会比主子穿的都好啊 他这些天本来就对田七十分不满 哎 皇上过了所谓九九八十一天 也一直未招兴 却是频频出宫 正当我不知道这儿子在做什么勾当吗 定是在外头念花惹草去了 啊 至于是谁把皇上带坏的 那还用问吗 皇上他每次出门都只带田七一个人呢 再有 连如意都被田七给挟着了 这么小个孩子 田七仗着他自己那点把戏 把如意给哄得五迷三道的 天天吵着要找田七玩呢 太后很不安 他最亲密 最牵挂的两个人 都被那太监哄转了 那狗奴才下一步会怎样 太后一瞬间 想到了曾经那些最黑暗的岁月 再看看眼前的田七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啊 陈无庸 蒙蔽主子 勾结宠妃 费力皇储 这些 田七至少已经做到第一步了 而第二步 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太后作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她一直潜意识地 避免承认敌人的卷土重来 可与此同时 过去那些痛苦记忆 又使得她时时担忧 刻刻警惕 甚至于草木皆兵 太后对田七的不满 像是暴涨的河流 偏偏田七在这个时候撞进她眼里 一榔头掘开了河堤 这不是找死吗 眼下 感觉到花厅之内 人人脸器牺牲 太后娘娘脸色发青 田七虽不明旧礼 却也是知道不妙 她心中坠坠 恭敬地跪了下来 心中仔细想着 太后大概会责备她什么 她该怎么反复 但是太后的指责并不很具体 有些东西她虽然知道 却也是无法宣之于口的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种被她深深忌惮的卢菜 必须弄死 于是她老人家指着田七 破口骂道 来人 把这个妖言祸主的下流胚子 给哀家拖出去 长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